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更接下中金会二十多年来首次的女会长 成员全部都是中部上市柜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 来看她是如何一手打造中台湾的有限电视王国 弱者等待良机 强者是要自己去找到机会 带动我们在产业变迁的环境过程当中 女性事实上是她更有弹性 更坚韧 可以去找到生命的出口 我是台书科董事长廖子成 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 女性是更是稀少 就稀有动物 男性的竞争呢 可能她比较要刚性 女性职场上 我觉得有一个特色 女性的韧性的资本比较高 比较厚 斗争的个性 或者是强度没有那么强 那通常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认真地想个办法 去转个弯 绕个道 那可以达到一样的目标 那时候是因为外资进台湾 那他们发现这个有限电视呢 她现金流非常的强 所以就透过很多财务的操作 她并不是来营运 她做了很多很多的诟病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是被并购的对象之一 我办了一个园游会 然后她就披着一个戏中外套来找我 她就这样拿着 她就说 你办这个干什么 跟她讲说 这个就是跟地方融合啊什么 她也不太愿意认同 就是用钱 就是用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半夜都在买毒犬 所以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在过程当中 用很多地方上大家的人情啊 亲情啊 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公司给留下来 我为什么会形容说 披荆斩棘 因为我们是用手去砍那个 砍那个荆棘嘛 那时候呢 因为我们很单纯 那大家抱持着热情 社会愿意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能够站上舞台 那我们可以去试错 一路一直做错 做错 做错 就是用了很多这个生命的故事 去完成这件事情 我最喜欢的就是用合作来取代竞争 那比如说我们的产业在专心 我们最大的敌人叫做 OTT 就是网路电视 答不过 我加入你 所以我们就把9TV引进来电视 也是亚洲首创 那有线电视的竞争呢 事实上它已经到了一个最顶点的高峰 现在开始剪线潮 所以我们开始就转了一条路 就把我们自己里面的子公司 叫做新传国际多媒体 我们都号称它有三个金 第一个金呢 购物呢 能够赶快转到电子商务 我们从电视走到网路 网路再回到电视里面 这样的一个汇流的电子商务呢 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做到 我们称它为台湾Amazon 第二个金呢 做这个媒体平台 现在往OTT 往LINE TV去发展 电视呢 带来很多新的生命 阿公阿嬷在高科技的成长过程当中 不是被抛弃了 它能够跟着白沙豚妈咒的粉红操跑 在家里弄个咖 元宇宙的世界 让它毫无违和感 这新传呢 我们认为它在将来 会是一个非常独特 独一无二 而且又非常在地化 又非常国际化的一家公司 现在中金会大概有70位 这个上市柜的负责人在里面 对我来说 我接了这个女性的会长 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中金会觉得 我们来当也是光荣的 让我们在社会上能够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最后会变成社会上更好的一个结果 中部地区现在最大的一个平台 就是大杜山产业创新基金会 我现在在目前里面还是义工 去服务很多的这个中小企业 那我们希望呢 共学 然后可以做到共创 有跟盐华合组的一家公司 叫做加盐智联 那现在台湾很多硬体很强 可是呢 我们以软代硬 就可以把我们的实力 或者附加价值做得更好 那这家公司是由我们10家的这个中小企业 那中小企业我们要出海是困难的 可是盐华就像一条大舰队 把这条航件可以航向海外 拿着我们的高科技 可以去协助他们在地成长 那大家可以变成世界的好公民 台湾这个品牌 这个branding就可以带出去 工作上做久了 然后整个的情绪 或者在那个情境里面 我们回家还是一样扮演那个角色 有时候我就会跟她讲说 这个去帮我拿来 帮我拿些东西来说 你别忘了 你回家你不是回家 女儿现在开始进到公司里面来接班 那我们在工作职场上跟回到家里呢 是一样的态度在面对很多事情 刚开始回来就是她一直很希望我去新闻部 然后呢录主播啊 那我就会觉得我是坐在摄影机前面的机器人 渐渐的我就能理解到 原来她是希望说我透过这个可以训练我的口条 不管是在形象上来说 或者是说个人的训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廖董她也很好学 就算再忙她都有时间去吸收这些 就是企业领导的这些知识 在廖董身上 我看到好像她身上有着那个不断电的电池 不管再忙再累 只要部署或员工有问题 她都可以给到及时的反应 女性呢不要去自我献说觉得我就是女性 我就只能做这些事情 不管你男性女性啊 你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碰到很多挣扎 在这过程当中 你唯有先改变你自己 你说服你自己 你怎么说服自己学习嘛 你就把自己能够先改变 你才能够改变别人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便宜卡站住人 就是说你的任性要够 你如果打败了 失败了 我就失败了 你永远没有成功的机会 那当你呢 把失败当成一个垫脚石 那有一天你就会通向成功 都说棒球是我们的国球 在花莲新城 也有一群人用自己的力量 为热爱棒球的孩子们努力着 胡文伟是棒球教练 同时也是书店老板 为了留在偏乡 教孩子们打球 即使书店没赚钱 负债上百万 他也坚守偏乡努力 来看看他与棒球队孩子们的热血故事 我们很多伙伴啊 还有我的家人 有一些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因为他认为说 你做这些事情不赚钱 那你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就在做对人好的事情 对环境好的事情 对地方好的事情 对台湾好的事 但是他只是 没有办法用钱去衡量而已 好 我是练乙曲书店的胡文伟教练 然后我来到花莲三十年 也有了一间照顾孩子的幼稚园 之前有做过不同的 有旅游业 有媒体 也有自己开的广告公司 二九年前那时候大家欢迎当兵 骑个机车就可以看到山可以看到海 可以碰到单纯的人 因为自己喜欢花莲 然后就留下来 到花莲也有去到农场去做专案计划 在做学童重道 那时候下班也没事 然后也很喜欢跑海边 那时候在海边就碰到小朋友在打棒球 但是他们都是用石头啊 然后用漂流木在打 看小朋友那么辛苦 那个时候刚好是有假球事件 然后支持的比较少 但是其实你看到基层棒球的孩子 还是那么努力的 你就觉得说他假球这件事情 是跟孩子是无关的 然后那时候就承诺他们说 那我去找校长看可不可以成立棒球队 然后校长也答应 在没有这些薪水跟时间的时候 会去找我以前帮忙过的教练 然后他教我怎么去教球 然后怎么去做好教练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刚成立 前面这几年一定是很热血 那是全力在从事八队选两队 然后我们拿了第二名 代表花莲县去参加全国的近视联赛 孩子很努力 教练大家也都全心全意地付出 太培育了其实也是一个团队的精神 跟你坚持的一个态度 拿冠军或者是拿出好成绩 或者是出去比赛 我们可以让棒球队的孩子 去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打棒球 我长大的时候想加入SPA 我长大成为跃动好的人 因为他要接球很稳 就是看到电视的偶像 然后才喜欢棒球 每天都一直练一样的动作 练到体能的时候 我的脸都会苦光 不管练球这么辛苦 我还是继续下球 每天很开心陪小朋友打球 孩子陪伴的时间多了 那我就在这边租了一间六千块的房子 然后住下 然后后面小朋友到我家里去吃饭 写作业 然后人数慢慢越来越多 其实我觉得还蛮温柔的 到后面这边有了这一栋书店的空间 我们就把场域移到这边来 然后在楼下煮饭 在二楼做客服 小的偏乡它不会有太多的安清班 然后也不会有一些客户照顾 跟夜间客服的部分 然后我们弥补了社区的一些不足 刚开始成立在做客服的时候 其实学校老师大家也在看啊 经过我太太跟曾经陪伴的孩子 那个时候他们都在读大学 然后他们一起来帮忙 裹小生来做客服 然后让棒球队的孩子 他们的功课都可以提升 那个时候才得到 学校大部分老师的认同 所以我认为做很多事的时候 你只要从教育开始做好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做改变的 有功课好 然后球技也不错 有不同的职业 他才可以更去支持之前棒球 因为他曾经是运动员 在老屋修缮的部分 把荒废的空间慢慢一个一个活化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间书店 把它变成策展的空间 然后可以上课的空间 或者是在地的一个豆花店 我们一接一间把它做给修缮 这边原本是没有人在住的 然后是比较脏乱的 大部分的居民他都会了解到说 原来这些空间改变 对整个治安环境 然后对整个经济活络 都是好的 有的时候 做越多事 反而赔的越多 而且那么多钱 越欠越多 会不会比较有压力 其实我是没什么压力 这个就是很多小地方 做一些不赚钱的事情 然后可以让一些小地方 越来越好 在偏向卖书也卖不动 我们用借的方式去做这些事情 社区的居民也喜欢 然后孩子也可以使用 因为我们书店没有在卖书 那当然也没有钱去请员工 曾经陪伴过的人 然后还有喜欢我的人 就是全部一起来支持 所以还有很多对的伙伴 对的店长 协助书店的管理 店长也没有薪水 晚上有空也可以给孩子克服 从12岁到60几岁都有 有朋友把台北的小朋友送过来 然后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练习一个人 然后练习在一起练习水再见 在当年我陪伴的孩子 又有一些常回来 他们有的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然后有的在外面当警察 然后有的在打职棒 得到的回馈是看到我们做的东西 有慢慢长出一些对的价值 然后在五年十年 我们看到每个孩子都是 都是有目标有理想 然后又有好的态度 这村庄就会变好 我觉得就是很像自己亲人的人 我就是自己的亲人 然后把自己的学习当时跌离开 然后受伤的时候 教练会帮我们擦腰 然后让我们自己学过自己的孩子 像我爸爸也 因为会照顾人 陪伴就是孩子 也大概最多是十几年 很多不同的孩子有了家的感觉 然后在不同的空间里面 然后我们有不同的回忆 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在做 这个也是支撑我 想要继续做下去的一个目标 号称美食界奥斯卡的 英国Great Taste Awards 有一位台湾人 击败来自世界万件参赛作品 打破纪录一举拿下冠军 他是来自苗栗的青农张佳琪 2019年他用红茶获得世界冠军 继续扣折台湾东方美人茶 包回两座三星大奖肯定 直到2022年已经累积了四座三星奖了 是台湾第一人 那时候上台嘛 然后我突然就年纪性留待国旗 台湾人从来没有站在这个台子上 没有人进过决赛 还是红茶 主席张开双臂说 今天是你的一天 来吧 然后他就帮我一起展开国旗 那我从2019、2021、2022年 四年就累积四座最高的三星奖项 我是张佳琪 我是一个独立自查师 也是佛摩查的创办人 飞行的梦 从小喜欢到大 那高三的时候去考空军官校 体检的时候就出了一点问题 因为空军呢 它的视力要1.2 那我有一支当时是1.0 铃鸡的话 我的视力我都是有机会 我在大学的时候 打了三份工 去筹措 即时训练的课程的费用 受完训责后 紧接着要去澳洲 去累积一个飞行时数 将近一年要400万 我当时毕业没有 身上没有这么多钱 跟爸爸家里打个借据这样子 再一次更革命性的踏法 你从小到大都在做这个白日梦 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个儿子啊 父子的关系是达到一个冰点 年轻人的梦想我们也是 你们每个人也有梦想 飞行员是最危险的 我哪一时候司机这个儿子都不知道 大概2013年 父亲在做炒茶机器的时候 一起生 他就撞到那个炒茶机的尖角 血就流不止 这个技术性的错误 他以前是不会犯的 白髮就沾了血 再怎么冲突 我觉得心里还是会转化 再加上那一年有一个手摇椅 发生了毒茶风暴 上头主管机关都没有为 台湾的国产茶的茶笼讲话 我第三代 我也是这个茶产业的一份 台湾茶的存网 就落在我们这一代 其实我阿公开始就有做茶 后来就帮日本人做一些 机器设备的代工 我运用家里打造的机器设备 但是用全新的制程 让台湾的精品茶叶 再次回到世界级的舞台 2018年的时候 就去参加第一次的国际赛 The Greatest Award 全世界最大的茶叶竞赛就在那里 而且评审数有500个 100多个国家 一万多个作品 同时在竞争 2018年 我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功力 并没有这么深厚 就直接被淘汰 东方美人茶 是农会评审们 认为在台湾很高级的等级 可是英国的评宇就是 我觉得你这作品淡而无味 我自然是觉得不服气 失落又低落 我到底有没有在做对的事情 有个晚上 太太哄完孩子睡 看到我很没落 她就说 你会不会后悔 当初放弃了飞行梦 要回来做茶 我就 泪流不止 可能一直藏在心里 我没有讲 她一句话 把我这几年的苦压力都炸锅了 尝试不成功的时候 传统老人家会增加他们的气焰 哈哈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太多 跟你讲做茶没有这样做的 就是年轻人 不听我的话 不脚踏实地听我的做法 做茶 就是那种传统茶 偏偏说 觉得自己很厉害 改烘焙的方式 温度 时间 不断地在发生冲突 早期我是不看好 自成啦 或是说 茶艺来讲 茶道来讲 都有点偏离 老一辈的 就是那种口感 铁观音 铁观音的口感 高山地茶 高山地茶的口感 我们不能用老传统 老思想去看他们 加起 爸爸做你的后斗 我们炒的其实在胸 我们坐下来一起喝茶 讨论这支茶的时候 我们就安安静静 就是真正认真 喝完之后继续吵架 大概 尝试了三十次 那我已经试了很多品种 所以上百次 隔年 我再次的去挑战 同一个英国的赛事 那一支红茶 一路过关斩将 杀入决赛 我们的对手 其实是 大家去欧洲去英国 常见到那些品牌 Fortune Manson 那是跟皇室有关系的 然后Vita 像这样的 品牌的都在 红茶 就最高分 就发布的时候 Fortune Manson Table Party Line 然后 就大家看过 那个时候我 腿有点软 我说 不会吧 是我吗 你要不要打自己发掌 那时候 上台嘛 然后 我突然就 年纪性不够戴国旗 台湾人从来没有站在这个台上 没有人进过决赛 还是红茶 主席 张开双臂说 今天是你的一天 来吧 然后他就帮我一起展开国旗 那我从2019 2021 2022年 四年就累积四座最高的三星奖项 他就像一个 比如说 台湾举办一个国际牛肉面子 然后一个国外的西方联合来参加 结果冠军给他拿走的那种感觉 有一次是 报纸的专栏 我爸爸就骑着机车吧 到处去赏 镇上 所有的超商 把那报纸买回来 跟送给大家 我想这是我们的沟通方式 台湾茶的优势就是 我们不会轻易地支手救 就像中国 可能还是很传统 让全球展现 台湾精品茶的工艺的高度之外 让更多的年轻人回来 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茶产业 其实 说实在的我也还没放弃 接下来的目标吧 做茶之外 我会想 再把机师的 那个灶烤回来 我觉得人生不要设限自己只能做什么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无家可归的感觉是孤独难受的 109年 台湾列册街友人数有2927人 在很多人眼中 他们常常被视为社会累赘 70岁的老范 当街友已经两年 他没有家 但是现在却有一份工作 帮清寒的独居老人修缮 清洁房屋 他最大的愿望 其实就是能够努力工作 存钱租房子 自身的社工也很感叹 其实姐友们往往只是需要一些机会 一个帮忙 今天就让我们放下成见 一起来看看 他们如何勇敢跨越 生活的不堪 继续未婉的人生故事 以前当游民 不想落魄到这样子 把自己当游民 去跟人家哪边当游 自己 你脸被丢到哪边 以前当游民是别人家 帮助我 现在来修缮队 可以帮助别人 我就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我还是 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我是徐才龙 然后我是乐资公益慈赛协会的自身社工 乐资大概五年前成立的啦 其实我以前也不是很欣赏街友 因为我也是觉得他们好像看起来有手好闲的 可是是因为一次办活动 我要做街友的鸭 街道的时候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是我 因为我不认同他们 我要写这个企划案写不出来啊 所以我晚上的时候就是去访视他们 才发现跟我想的好像不一样 其实他们都很认真在生活 只是可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 他们的背景 你听完你都会觉得 如果是我 我可能熬不过去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在流浪 他们没有办法换好的衣服 然后他们也没有稳定的地址 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做稳定的工作 只能做打零工 那怎么样租房子 所以才会沦为街友 我跟创办人他们 其实本来在同一个基金会一起工作服务 我们发现其实蛮多基金会都有在做街友服务 但是呢其实没有人在做就业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想说给鱼给干嘛 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冲返社会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加入这个行列 我今年过年过年就是七十岁了 我当游民都快两年了 以前是做餐饮业的 七十几岁的时候免疫力搞坏掉 风险就是跟脸都红色 干险就是像头皮屑一样一直飙纳 很恐怖 那时候开始觉得这样 不敢去做餐厅啦 做餐厅你能看到我会怕 就跳出来 跳出来去做那个做出工 那时候你还四十几岁还蛮有体力的 也不错那一天也是一千多块 结果到两年半以前跌倒脚受伤 脚受伤的时候 又修医症子 修医症快要好的时候 又跌倒 结果变成那个手这个脊椎脊脱臼 脱臼 做生以后不能工作 没有收入就成问题 怎么还怎么办 当游民是这样 不得以下车这样子 那时候 蛮多善心人士拿东西 我妈妈不敢拿 不好意思 以前当师傅 不想说落魄到这样子 把自己当游民 去跟人家哪边当师 自己 你脸不丢到哪边好 这不多年 我觉得我不服老 还要想拼啊 真的有办法去工作 我自己有能力算全部都好 当初我在做老人的服务 我发现老人他们 其实需要有人帮忙房屋的修理 他们蛮多是独居老人的 没有人帮忙 那我在街友这边 发现街友很多人需要工作 可是没有人要请他们 那不然我们没合起来 就是请公班 带着他们一起去独居老人家里头 去帮他们修房子 那去休闪 我们会发他们工资 培养一技之长 他存到钱 他有能力 他去租房子 然后他才有办法 出去外面社会工作 好 我们就集合 今天 你爷爷 在这里 我们把它这里干净一点 大家辛苦一点 OK 加油 加油 那时候 陈主任跟我讲说 有工作做 那全部都没关系 可以我做就好 像我们今天去打扫那位 那位陈爷爷陈大哥 他也是 不得已 他有家 有家 不做不得 手脚不方便 做绳子 都很难就对了 也是那个独居老人 他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有一些回收的 一些便当和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 里面弄上 十三包的垃圾 我们就是跟他们帮忙 他们高兴 我们也高兴 我们也赚一点钱 有赚一些钱 我可以存起来 我可以自己租房子 以前当游民是别人家帮助我 现在来修专队 可以帮助别人 我就觉得很高兴 我觉得我还是 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老东你今天高兴不高兴 高兴 你以为高 不过你快到了整理整理 是整理掉 对 这句不要太整理了 哦 是 那时候转移也不要太整理了 你自己想要平衡 你还没有帮助 对 没有帮助 是 帮助你 来 来 我们其实修专队是一个循环 刚开始当然是要靠大家的小儿募款 有了经费 我们让大哥们去修专 那去修专 我们会发他们工资 道具啊 或者是用品 大概有九成都是由我们协会支出 像我之前看到一个案家 他家里没有马桶 所以我们就是帮他买一些马桶 这些相关的 都是靠协会小儿捐款 我们的案子大部分都是靠一般的基金会 协会他们pass过来 我们希望照顾的是 真的需要被帮助的 其实每年年底都是社府界的旺季 你知道吗 那我们修专队 这几个月的案子非常的多 但是其实我们是每一户都需要花很多的经费 所以我们常常是筹到钱了 才有办法去帮这些长辈们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爷爷的那个屋顶摊 他压死了他六只狗吧 然后爷爷也差点被压到 没有人可以帮他 爷爷都已经没有钱了 然后爷爷都还去喂这些狗狗 因为他就说这是我的家人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们一定要帮他 可是你知道现在铁工很贵 所以我们是一块一块帮他完成 我们大概去了五次 就是筹到钱以后就去把他弄好一块 就慢慢延长慢慢延长这样子 我们是一百一十年成立修缮队 目前有大概二十六个修缮案 然后大概二十五个清洁案 然后十九位的队员服务这样子 成功脱游的大概就有十位 通常年轻的可以工作的 他们很快就出去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年纪比较大的 然后或是身体比较不好的 可是这样子去修缮 其实是很吃力的 所以我们后来觉得说 乐资家园应该是要多元性的 不是只有修缮 不是只有清洁 那可能还要加入一些比如说导览 希望透过街友他们在那边生活 然后可以让一般民众 知道大道成的一些文化 我们可能一年会新增一项工作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去多元尝试 他们其实还是有能力 只是动作缓慢一点 希望社会给他一个支持 能够让他们重返社会 你听过陆竹会吗 他们可是第一个 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附属组织的团体 他们是一群医生 是来自台湾的超级医疗小组 27年来 这群医生走遍50个国家一诊 免费医治超过30万人 如果你还不认识他们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些疯狂傻医生的故事吧 如果你想要提议台湾做些什么事情 你只要提出我们就可以了 踏出国门就是你代表国家 即使你是光光 但是你跟人互动的关系跟水准 让人家尊重的话 知道你是来自台湾 人家就对你好印象了 千万不要忘记你就代表台湾 我们入住会到目前主要的工作就是议诊嘛 一个是台湾的山地乡 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外 那国外的话大概就是 亚洲四次 中澳每次又一次 非洲一次 那加上国内每个月一次 那一年大概就 Routine的话就是18次 入住会到现在刚好满了27年 那去了404次 去了50个国家 参加过了义工大概一万九千多人 然后义诊的天数 国内外合起来大概一千九百多天 有病例的病人有三十几万 我们入住会的宗旨是 希望义诊没有明天 可是到目前为止 还很多地方需要义诊 所以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北一是一个对这种学生的 课外活动是很蓬勃的一个学校 在学生时代也会说什么医疗团 本来刚好有同意说要去 那结果不晓得两个闹钟 还是没有把我叫醒 那同学没有怪我 可是我自己知道说我是真的想去 可是真的没去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这很像自己说话很像不帅 不算话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那后来就刚好看到报纸想说 那边兼职商需要医疗 我就试着就去了 刚好那时候我在台北县 雅医师公会 所以我就想说好啊 那就邀他们各个工会认识的朋友 这些医护人员那就去了 那所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有 西医 牙医 药师 检验 护理 每次就像流动医院一样 那去了以后就慢慢觉得 看到很多的需要帮忙的东西 那我就尽量帮 那能帮多少算多少 感受最深的就是1992年去马其顿 特首乎战争 就想说我也疫诊 国内做了也差不多四五年了 我不能做很多至少可以做一点吧 所以后来因为这样子就去了 那我们疫诊的时候旁边就有很多小朋友 我们的午餐啊 我们都会多买嘛 那就给他们 有一对小孩子就拿到了以后 就走过来 踮个脚真的亲我一下 我那时候正在悲痛中 很难过想到我自己小孩子的样子 落后的地方的小孩子都很可爱 那可是他们好像都不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想说这可能就是 我愿意做下去的原因 也许会有人讲说 偶尔去一次 那是不是会破坏他们的医疗制度 那问题是说 如果他们有医疗资源 他就不会来找我们了 你很难想象 他的落后的状况 我们最多一天有看过 一千多个病人 有个爸爸就抱了个小孩子来 说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来 那那个小孩子的话 脖子就肿起来了 然后他说 他的医生跟他讲说 这个小孩子已经没救了 他就是因为玩的时候 一个枯树枝插在这边 那没有拿到就发炎了 那发炎以后就肿胀 压迫到呼吸道 简单就把他清创以后 给他几个抗生素 那这小孩子就活过来了 对这个小孩子来讲 如果我们没有来 他就走了 可是来了以后 对我们也就是几个抗生素 他就活过来了 台湾几天之内少了 一二十个医生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那个地方 只要多一个医生 可能就去到里面 越落后的地方 越辛苦的地方 越喜欢去的地方 我们1999年去了马其顿以后 大概隔年就去 舒芬达达的大地震 还有南安海啸 然后菲律宾的海燕风灾 还有巴基斯坦大地震 从1999年以后的 世界级的大地震 应该我们都会去 我们都会去 讲实在去越多的时候 真的无力感越多 所以我们知道说 那我送你们的医生 我送到台湾 那训练去帮你们自己 我们提供他经济舱的来回机票 然后每个月提供2万块的生活费 有北一的三家医院 方和万芳跟副一 还有三心总医院 提供免费的训练 那训练时间大概半年左右 现在有肯尼亚 乌干达 苏丹 连会人员的话 大概都差不多二几个人 我认为他是个非常热血的人 你想想看 他27年能够走下来不简单 每一场我出去都会碰到他 就是亲密 然后你在看那个影片上也是 他几乎都是在场 不管是国内国外都一样 疫症方面的一些经费 来源也不简单 因为他又不要我们捐款 国内的那个车子的那个费用 油钱是我们自己出以外 都是他负责 像我们那一支生化的那个一盒 几乎都是上三千两千这样子 那一台机器是三十万 我觉得他最令人佩服的是 其实你看他现在也是蛮有名的 很多人访问他 他会觉得这个也还好 这个是他喜欢做很平常的事情 那像我本身是药师 通常我们会先去跟药厂募药 那有时候可能没有募到的话 陆组会他本身也是要自己 花钱去买这些药品 这样算一算一年应该 至少花几百万吧 他是一个有傻劲的人 可能也听过就是会长 几栋房子都没了这样子 就是他花了很多家产在这个地方 我是听说是什么三栋吗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 撑二十几年真是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很单纯的 就是人道方面医疗方面的救助 不谈政治 可是有时候那个政治的效果 反而有时候是附加价值 陆组会是第一个用台湾的名义 加入联合国附属组织 他正式的组织的 Congo的一个memo 他们要求我的时候 我要打电话去 我说我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他要求我 他说我们有人推荐你 那后来我想到了 可能我们在议诊的时候 让他们留下了好感吧 你不能指望别人一直在做 你必须要参与 不要一直扮演着被感动的旁观者 否则你会发觉 能感动自己的事情 变得越来越少 如果你想要提议台湾做了什么事情 你只要台湾我们就可以了 踏出国门就是你代表国家 即使你是光光 但是你跟人互动的关系 跟水准 让人家尊重的话 知道你是来自台湾 人家就对你好运一下 千万不要忘记 你就带到台湾 让年轻人能够留乡发展 就不用特地到都会区找机会了 希望做到人口不外流 甚至人口回流 台湾这一段时间以来 对年轻人来讲 最头功的就是低性的问题 高绑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都是在都会里面所发生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让人口回流 或者让人口不要外流 他可以就在他自己的家乡 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呢 台湾的地方创生界大家都叫我美玲姐 我过去其实都在政府部门服务 从文官到后来的政务官 我大概将近40年的时间都在公部门 有时候跟地方的这些团队在互动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叫我的关系 距离很遥远 所以后来我就说 那你们就叫我美玲姐好了 虽然有很多年薪团队 我说你们应该叫我阿姨了 但是他们都很客气的就叫我美玲姐 所以现在美玲姐这三个字 其实是我的IP 那我是2017年9月到国发会服务的 那时候就面临了我们的新生儿 跌破了20万 高龄跟少子化两边两个极端 再加上过去政府建设 重北、清南、重西、清东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 台湾的人口几乎都集中在北部 然后中南部跟东部人口一再的流失 台湾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台湾 整个国家的发展非常的不均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提出了就是要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是台湾散落在各地 很多很多的生命力 很多很多的团队 我走遍了22个县市 都跟他们有很好的交流 也建立了很好的一个友谊的关系 所以我就把这个地方创生呢 就当作我人生下半场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常开玩笑说台湾的文创 从北到南卖的都一样 所有的老街所有的夜市 长得也都一模一样 这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打造你地域的品牌 所以我们虽然要振兴产业 我们也必须要找出产业的DNA 你才能够与众不同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 你都要做得一模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在台东 一对原住民的父亲 用他们原住民的食物叫做阿拜 也就是一种甲川姜叶 可以包覆着小米跟猪肉 让部落的妈妈 开始有这一个能力来赚钱 因为过去的部落妈妈 是没有经济能力的 一天到晚都要依赖先生或者小孩 可是你现在看到眼睛发亮 因为他们对自己很有自信 我用一片叶子就可以改变 我的部落的整体的生计 我觉得是会让人家 真的从流行里面就很感动的 2020年由民间发起了一个叫做 台湾地狱振兴联盟 他们事前准备好了一个匾额送给我 然后那个匾额上面就写了 《创生教母》 因此我就被认为是台湾的地方 《创生教母》 有时候他们会觉得 我就是一个像妈妈那样子的来照顾他们 我会比较能够有同理心 我比较能够去知道 他们的问题点在哪里 这样的一个特性 在推动地方创生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因事 现在最大的困难 或者我们的团队 会茫然无助的地方 叫做法规松绑 比如说过去我们在很多废弃的鱼温 我们希望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可是当我把这些鱼温 开始养殖高经济价值的鱼之后 我很希望旅客来到这个地方 除了能够体验了解我们怎么样的养殖以外 我希望让他们就地就能够吃到新鲜的鱼 可是因为鱼温旁边的土地是叫做农牧用地 这个地方就不能够盖餐坪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的鱼只好收了以后 还是要送到通路上面 送到都市里面去 因此也很期待我们的政府部门 在这个法规的调试 法规的松绑上面 能不能够更大的幅度 更放开的心胸 来让我们的整体的发展能够加速 我们说一个人如果要健康的话 就是所有的细胞都要活化 而不是哪一个器官是比较强的 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整个台湾来看的话 如果我们能够均衡发展的话 相信对我们未来 不管是国土的运用也好 或者整个资源的分配上 都会导向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向去 欢迎回来 根据调查 台湾的鱼货量 40年来已经少了六成 你有发现餐桌上的鱼 感觉越来越小只了吗 其实台湾六种常见的鱼类 有超过七成都还来不及长大 就遭到了捕咯 科学家更预测 到了2048年 海洋的野生鱼 可能真的会消失被我们吃光了 那要如何挽救我们的海洋呢 一起来看 我们以前是早上到晚上的鱼是抓不完的 现在都抓不到那么多了 平常这个时间应该会有螃蟹 或有什么二种 结果都没有 以前一趟回来 就两千斤 现在一趟回来 可能一千斤就算很多了 没有管制 连小的都抓 它繁殖的速度不够快 怎么样都不够我们抓 到二三十年后 进海可能 几乎没什么鱼了 科学家已经预测到2048年 海里就没有野生鱼了 如果照现代的捕捞的状况 再过了三十年 我们的下一代 你们吃不到海里的野生鱼类 根据中研院调查北海岸鱼种 2005年有142种 到了2020年 却仅剩37种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 在2023年 针对台湾六种常见鱼类 像是白昌 竹甲鱼等 进行调查 发现竟然有超过七成 都还来不及长大 就遭到捕捞 我们在抓小鱼 我们的鱼不够 种量也变少 种类也变少 这是我们要的海洋未来 赶快来划设更多明确的 海洋保护区 去拯救我们的海洋 台湾金鱼海的预约 在过去只为四五十年 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 这当然也是全球的问题 但是台湾也不例外 简单讲就是 过渡捕捕 非法捕捕 漆地破坏 污染 无轻种 气候变迁 就是这五大原因 台湾海洋生态学者邵广招 40年来致力于海洋生物研究 退休后仍持续为海洋保育努力 演出台湾海洋问题根源 要解决得跟上国际脚步 所谓的30乘30 从2030年级 全球的海洋要30% 要划入保护区的范围 海洋保护区其实是 最简单 最经济 最有效的方法 就好像是 我们在银行里面存本金 它伸出来的利息 跑出去你再去抓 这个鱼越资源才能够永续利用 但是在台湾却很难去做到 就是因为果然也没有落实 沿着海堤边小径 一路向前进入眼帘的秘境景色 是让许多人慕名而来的 宜兰东奥坟尿林 这里还有一个浪漫名字 爱情锁海滩 也因为爆红人潮 为当地海洋生态带来威胁 而现在有一群人 正趁联自己的力量 沐默守护着它 会配合海巡 就是所谓的联合茶器 发泄违规的话 那我们就会互相联系 然后过去看 平均一年的话 固定就是至少会八十几次 临时负责渔业保育区管理 宜兰渔发索基士蕭韵影 带着我们登上巡护船 从分鸟林旅港出发 往东奥保育区前进 当天海矿不佳 大家紧抓护栏 还得克服暈船考验 而这些都是它的日常 年轻技是一个人得肩负起 烂将近四百公顷 海洋保育区的管理重责 那边角角道 那边是保育区的核心区 那有烂一条湖球 这个范围就是核心区 那核心区其实就是任何方式 都不可以进去采取 冬奥保育区分为核心区 与永续利用区 目前台湾四十几个海洋保育区中 完全禁预区域却是少之又少 让保护效果大打折扣 根据海保署在2021年 委托中山大学 进行海洋保护区成效调查 二十二处中至今 没有一个达成目标 让海洋保护区沦为纸上公园 现在台湾的完全禁预区的比例 非常非常低 只要一种渔区一种渔法 一种渔种或者一个渔期的限制 就认为它是保护区 所以台湾的分子很可送 在国外的禁预区 意思是所有的渔区 以法都不用进去 这个才是最有效的 保护区要有成效 一定要有社区的经营管理 要有社区成立巡守队 很多志工来帮忙 做二十四小时就地监测 巡守队的队员都是 在地的船员 靠港口进出的 以这些为居多 那么多年下来 我们巡守队都是志工的 也没有薪水 因为我们都是自掏腰包 我们的故乡我们自己顾 台岗接下队长职位 李敬才谈起巡守队时满是热情 冬奥巡守队在2018年 世界海洋日成立至今 社区居民自发性守护冬奥 没想到在2021年8月 有SUP玩家闯入栽培渔业区 双方在海上爆发冲突 队员甚至被告上法院 重创巡守队士气 全因为法员不够明确 让巡守队陷入两难 今天我们是在保护资源 保护维护自然生态 保护我们未来的 一个渔业的永续发展 等于他们受到很大的委屈 我真的希望海洋商法人员通过 它还有集合一些水域游戏的 一些相关的限制 以后可能我们可以直接说 这块区域就是禁止进入 如何在观光与保护中 取得平衡是一大课题 目前台湾海洋保护区 是根据文字法 国家公元法 野保法 渔业法 以及都市计划法进行划设 法源散乱整合大不易 早在2019年三读通过的海洋基本法 明定两年之内需制定海洋三法 三年多过去了目前行政院 仅先送出海洋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到立院审议 速度卡卡 目如预期 推动的海洋保护法早案 在这个会期 启动审查 往下走 三读通过 行政院的版本在去年五月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三省 所谓的行政流程需要跑一年吗 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是你们其实就是刻意在延宕 阻挡这个法案的推进 民主社会的缺点就是选票至上 海洋生活没有选票的嘛 谁会要理你啊 海冰面下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也没人看得见啊 也不会有人在意啦 所以这就多是一些问题 面对大海的浮身抗议 你选择视而不见 还是跟着这群爱着家乡 爱着海的人们 开始齐身而行 感谢您收看这一集的 荆州看世界 我们下回见 观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